你有这个法国蓝带的证照 对不对 那你当厨师的经历有大概多少年 一年左右 一年左右就拿到证照啊 对其实蓝带是一个学校 然后就是蓝带厨师的意思就是 从那个学校 毕业的 毕业的出来的就是蓝带厨师 不过要进去也有一个门槛 对就是至少你要知道怎么煮菜 还有就是要知道 就是有那个热情这样子 对啊 对美食的热情 对 那你的拿手菜是什么 是甜点 甜点 对因为我本身是蛮喜欢吃甜的东西 所以我会觉得甜点是我最最最喜欢做的一个道菜 对我最喜欢做的就是那个巧克力蛋糕 巧克力蛋糕是browney那种 对因为我本身是很喜欢吃甜的东西 所以还有就是巧克力 巧克力 因为我觉得吃完巧克力整个人很high 对 对它有咖啡音 对我很喜欢high的感觉 对所以那个时候我最就是平常我会最喜欢就是肉炒可力蛋糕 还有呢就是面包牛角包我最喜欢做 听起来就你知道有画面都饿了 画面已经饿了 现在几点了可以吃吗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 好不过我想蔡日轩就是做美食会把那种情感转移到你唱歌上 所以唱歌上也是会有给人家那种甜甜的啊很幸福的感觉 对 不过刚刚讲到你很喜欢high对不对 喜欢high歌 对 其实这样专辑大家不要觉得好像都是抒情小品哦 你听到最后的时候 哦 来一个 我发现了 把关那首歌 对我们先那个卖个关子 待会告诉大家 好那我要再问一个问题就是日轩你从厨师然后呢一路转变成歌手 你会不会有一些过程是你觉得很不习惯的 你说当歌手之后嘛 对 跟厨师就是跟我之前的正常的生活 对 我觉得是蛮不习惯就是最 我觉得当一个艺人啊 我觉得真的压力真的蛮大 其实不能长痘痘啊 不能变胖啊 对就是很多事情要控制 其实我当艺人之前我已经知道大概那个感觉应该是怎么了 有想象过 就是那个你要什么要控制啊 但是呢 当我真的当一个艺人的时候 那个感觉 就是当下那个感觉真的 跟我之前想象的 其实落差真的很大 就是那个压力大很多倍 哦 因为当一个艺人你说的一句话一个字 嗯 只有一次机会 对 唱什么歌破音就破音 还是要破出去 对 对所以你讲话的时候其实要很小心 难怪你讲这么慢 讲得很慢 没有没有 讲得慢的原因是因为我的咬字 对 不清楚嘛 不过这样很可爱 哦是吗 谢谢你 谢谢你 很可爱 不过当艺人又要有所节制 所以可能你做的不让你自己都不能吃完 对不对 怕变胖 然后很多东西跟以前就不太一样 比较不习惯 对 对其实但是我觉得你说幸不辛苦就觉得一点都不辛苦 因为这个是我的梦想我觉得如果你是很喜欢那个工作的话 很喜欢那个东西的话你在做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一点都不会辛苦 如果你觉得辛苦的话就是可能你要再想一想其实你是可能不是太喜欢那个东西才会觉得辛苦 对其实可以把兴趣当工作是一个很幸福的事情 这是一个很棒的事情 没错 所以不会不习惯 对 好 我铺了很久的梗 我们就是要听这一首歌 我来听听这一首是JJ写的《不习惯》 待会儿我来继续聊